女生有藥 专制女高冷病 哈喽大家好 我是静静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静静 当你不小心烫伤了 身边又没有烫伤膏的时候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尝试一下牙膏 可不要小看这只牙膏哦 它可是能帮你缓解疼痛的 首先 你要准备好一杯干净的水 而且还有一只牙刷 然后挤黄豆板大小的牙膏 到牙刷上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一定要注意 然后轻轻地把牙刷 放到患者的口里 那当你刷牙够三个小时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会忘记 你手上被烫伤的疼痛啦 你还疼吗 那你继续吧 我的确去我夜店 但是我发现那里好像并不适合我 里面竟然没有书 上面的五颜六色的灯都晃来晃去的 而且里面的哥哥姐姐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都穿着高温鞋 还露着大腿 而且他们的不知道都怎么了 手指一直在乱指 跳起舞来 我当时很害怕 所以我并没有久留 把果盘吃了就走了 就是这样 我知道现在全国都降温了 但是广州还是真的很热 谁说你永远不可能 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你把空调关了试试 你 怎么又是你 诶 骆导儿你来啦 自从上次你骂过我 我就痛感心批 重新做人 我选择贼多厉害了一篇的 老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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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不吹的啊 来看看 好啊 肃敌还是朋友 六十多年的恩怨情仇 即将在这里化解 Dead or Alive 肯定看不出来是那个猫刚号的 对不对 老片点的啊 我跟你说 就这个上线的 猫你的死人头啊 你老这样片点 对得起观众吗 很明显啊 很明显啊 咱看下一条 你说你这光明正在抄袭 也就算了 你还给我抄了这么劣质啊 你直接把人家两部电影的 那个头尾两个字 组在一起拼在一起 就算了 就是就是 你看这个主演的名字 这么山寨 不是你剪的吗 看下一条 一个荒芜的小镇 里面竟然暗藏了一个 惊天的秘密 被冰封的上古盛起 究竟何去何从 震动棒 即将上映 为你解开冰封之谜 这好是好 但是他妈什么片名啊 怎么过神啊 这个原来的片名叫这个 神秘小镇 冰冻魔法棒 对吧 让我先再上车改了一下 改成这个震动棒 反正意思都一样嘛 对吧 没变你 死人头赶紧给我改回来 好好好 热血 青春 江苏电竞少年的追梦之旅 根据真人真实改编的 纪录片电影 受影 我不玩游戏 我都不知道这叫手上是吧 嗯 我也不耳心 我也不耳心 还是小强剪的吧 应该是 小强 这 这什么玩意 这 快 求你这 你真是一年之内的 今天专用区再次发生 投射 这已经是一年之内的 进行 等等等等 不对 怎么了 情绪都不连贯 这戏不对嘛 神语侦探 制破命案 什么玩意啊 人全黑屏的呀 盲探 你这你就堵了 你这不懂 现在这是VR电影啊 就带着男主角的视觉 看片你知道吧 像老流行的 那为什么全黑屏的呀 这电影就要盲探嘛 男主角他瞎呀 瞎看不着瞎 明明不是偷懒 你还说了这么多废话 赶紧给我解散走 哎 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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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君君 马上交过年了 君君在这里 给大家拜个早年 今年快要到了 免不了了 就会有很多聚会 团年饭 一些饭啊 一些聚餐等等呢 那么怎么才能在团年饭当中 凸显出你 非同寻常的气质呢 想要吸引 平时在工作场合想吸引的那个汤 是不是可以没有机会呢 今天我要教你一个不一样的 就是要从我们喝酒的开始 开酒瓶 就让你跟他们不一样 最近就有个超火的 叫紧密韩式开酒瓶吧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的话 那我就来跟你科普一下 首先呢 让我们拿出一瓶酒 然后呢 再让我们拿出一个勺子 这个时候就要用我们小时候学的物理了 杠杆原理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再把它这样 然后再这样 好了我要开了 我好紧张啊 还真倒开了 好尴尬啊 是不是产物勺子 勺子 勺子 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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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勺子 直连不太好 它都弯了 啊 看 果然是真的能开开的 虽然我经历了一些苦难 然后像我这样子好像也并没有耍到帅 帅 那么这个方法呢 我就暂时把它放到一边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试一下网上盛传的第二种不靠谱的开成战方法 首先呢 我拿出导演准备好的道具 真实的人民币100元 可是这张钱实在是太大了 我就提前准备好了一张五块 我就提前准备好了一张五块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我们首先看着 把这张钱对折 再对折 然后再对折 之后再对折 折到你 不能再把它对折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就这样吧 好 首先我想说 这个时候如果你拿的真的是100元 不管你开不开得开 就能彰显一点 钱多 好 接下来我要试一下到底能不能打开了 好像真的打不开呢 好吧 真的不是我的问题 是钱的问题 所以呢 如果只是想耍耍帅就行了 还是不要去这样糟蹋我们的人民币了 刚刚的那些测评方法 你是不是觉得还是需要一些些蛮力 和一些些经济实力呢 那么接下来这个方法 我觉得是为女孩子准备的 是不是苦于没有机会换iPhone7呢 但你的男朋友喝酒的时候 抢过他的酒瓶 宝贝我来帮你开酒瓶 这个时候拿出你的旧手机 使用到我们刚刚说到的杠杆原理 哎 哎 手机划烂了 裂痕 啊 好心疼 开不开 它就开不开 是不是真的很生气 这个时候是不是干什么 砸手机 然后这个时候在满院 我为什么要开手机呢 我手机都快坏掉了 我真的好生气 宝贝都怪我 不该让你帮我开酒瓶 它会做什么呢 我给你买新手机啊 iPhone7就有了呀 我实在是太极致了 最后我们要测评的这个开瓶盖方式呢 是开瓶盖当中最高的 最帅 最酷性的开瓶盖方法 首先你得有一个滑板 接着你要有一个不怕死的兄弟 很怕死我 我的酒呢 好 等一下 接着呢 我们把滑板固定在一个凳子上面 接着让我不怕死的兄弟 把酒瓶盖固定在我滑板的一头 接下来我就要开启它了 激动人生的时刻终于到了 我到底能不能开启它呢 现在你们就会知道了 1 2 3 那么我们的测评也结束了 如果你能学到点什么 那不行你 要是你没有学到什么的话 你可以把我们这段视频 简单地看作一个拜年视频 在这里 君君 我不怕死的兄弟 祝大家 2020年新年快乐 我是如意 再见 你来拿 另外欢迎大家添加话题 厉害我们双十一 上传自己的相关视频道用户 小伙伴们都等着看啊 本期节目由众生丸赞助播出